大家好,欢迎收听富贵说历史,自周五王封起国奉下寺,封宋国,奉因寺以来,中国古代各个王朝,或缠让,或革命,或外族入主,对待前朝皇族各有后博,最克博者,仍属清朝,清朝以一族入主中原,一方面以本朝将山取自流寇,非取于名,且为名报君父之仇,自补取天下之政,未有若此者展示自信, 另一方面却对名朝皇族斩尽杀绝,注实非同凡响,据白新凉,赵炳中清兵入关于名朝宗室一文统计,从顺至三年到顺至八年,先后勤斩了名朝宗室,其名后可及者,锦郡王以上就有五十多人,对他们的家属,无论少尝尽周知,以此计算,总人数当在默认以上,当然,这也可以解释为对反抗者的镇压, 因为这五十多人属于建号反清的刺头,顺敏待遇又当如何呢?顺至元年的登记照中有如下宣誓,前朝宗室首唱投诚,先来投顺,父亲招见者,仍给陆阳,以招朝廷兴帝之意。 仅仅一个月后,崇祝皇帝的太子朱慈朗物以为真,前回外祖父家定伯州魁家,两天后急遭至清告法,清廷先是以内侍十人辩认,结果十人已捡其跪约,死真太子,至此,太子真伟应已无疑,不料,清廷竞拉书在李自成如今时,早已自杀的元贵妃来辩认太子,结果就假作真实真意假了, 刑部主侍前奉了,和难道遇使照改?新等文官先后让书,只斥清廷无耻,反于真太子一同被下狱处死,不仅如此,对于已经先来投顺的朱明钦藩,清廷也毫不领袭用默许,有的守法四行杀戮,如顺至三年五月,以斯利印信为借口,将陆王、金王、横王世子等十一人处死,顺至五年,被俘的福王洪光帝和早已投降的朱王, 金王、德王、陆王又一起被杀,北京杀将人,帝方也加紧俗补,顺至四年四月,山西副使馆案查史士楼兴伯就已输送顾名方王之最弃室,自此之后,天皇贵胄,转喜流亡,无不改性自会,直到康熙四年,政权相对稳固后,方才小于全国,如朱明宗族改一姓名隐藏逃避者,剧念回击,各安生理,勿仍前一句,不过, 对于崇祖的朱三太子,朱四太子,仍旧是有杀错无放过,如康熙四十七年,崇祖第四子朱慈患,在山东问上县被捕,十年七十五岁,朱慈患逃离北京后,唯一前名王姓给是钟收养,改名王世元,后来年转浙江,山东,以教授私说为生,被捕受审时,朱慈患坦承身份, 又说,吴今年七十五岁,血气已衰,并发皆白,乃不作反于三番叛乱之时,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,前所未谋凡人,必占据城池,鸡草屯粮,招满军马,打造军器,不曾有依此乎,清廷审劫案件,一口咬定他是假冒,将诸词换于三子一孙一同,处斩, 家乡妻女六人闻讯自杀,再看圣君康熙的理由,朱卯虽无谋反之事,未尝无谋反之心,注意,他也认可此人是朱卯,不是王卯,事实上,清廷对于明朝的藩王,王子固然是杀之而透坏,在政权相对稳固后,对于普通的朱明宗士则抱之怀柔,以致满化的策略,如顺至十八年,后,前来投诚的明凤国将军朱义, 伟王朱景肃,朱之军,朱顶满分别备受与拜探了顾勒哈凡,乾隆元年定汉明齐夺位,或托沙兰哈凡,乾隆元年定汉明云齐位,的八旗是绝,并赐给俸禄,人口,庄屯,器物,有的还会编入八旗,变成七人,比如雍正二年受封一等侯的朱之列,号称是随红城仇被俘的明朝代王后裔,原历让白旗汉军,雍正年间以明朝后裔, 还入上三妻之一的郑白姐,负责春秋祭寺虎明朝皇帝,他的子孙一直传承到清朝灭亡,第十二代一等颜恩侯朱玉勋海,在溥仪的流浪小朝廷里出霉,自认大清忠臣, 1924年9月7日,43岁的朱玉勋,受到溥仪的传照,进入紫禁城与溥仪的老师,装饰敦见面,这个有两个孩子,房屋破烂,连官服都要向别人借的前朝后裔,给丁国人装饰堆,留下了良好的印象,有礼貌,自尊, 在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,遇居天津租借后,这位良恩侯还四处透钱买了车票去探望主子,正是这个,有自尊的人,忠于清皇室的人,对于自己的祖宗急缺定义, 1907年,著名教育家张香文游13灵时,发现灵源十分残谱,无人管理, 侨夫告诉他,说有一个阎男侯负责祭嫂,但这个人很不负责任,草草僵士,若而弃然, 一非诸是血液液,或许张香文自此流了血,他在南原从稿的祭祝侯中,记录了1919年, 他和两位好友对这位侯爷的拜访,这位侯爷年可三十年,壮貌粗肥,面带酒肉气, 建立寒暄之后,朱玉勋以为他们是民国政府派来的官员,立刻和他们讨论, 能不能把十三灵土地出租,让政府开批成公园,他可以拿钱养家, 1929年,这位侯爷向民国政府申请就寄,民国政府取消其决位后, 任命为零零保管委员,月薪五十银元,不过朱玉勋在民国的表现并不比在大清好多少, 还被控参与盗墓,于1933年遭撤职,至此,清廷设立的一等成恩侯这个, 御用大花瓶,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,尽管他们自始至终都未被允许扶明辐色, 行命正硕,用明朝礼节,简言之,清朝对他们是用臣礼而推斌礼, 而这些早已奴才化的人们也对此甘之如疑,实在可悲,可彼, 当然,清廷对明朝宗史的处断,在不少金人眼中并不奇怪, 民间自有斩草要除根的说法,并无以传统文化之名, 却是自以为,是的,中国古代,一直有三克二王后的礼法, 属无兵力之一,其封前二代后裔为二王后,封前三代后裔生三克, 这些前朝后裔,多数被特许扶前朝福祀,奉前朝宗庙祭祀, 这条政治传统,自西汉至于南宋,今朝一直延续, 就连五代的乱世都未抛弃,如曹魏代汉后, 为文帝封汉献帝为山阳宫,实以陌护,立都成于着陆, 在今河南省交作是修武县东北,不称臣,受赵不败, 可以先子以掌祭祀宗庙,仍行汉朝征朔, 山阳国传汉献帝之孙刘康,之后跨曹魏, 西晋两代,直到永家之乱才告断绝, 更奇葩的是曹魏的末代皇帝曹魂, 被晋武帝封为臣流氓,五十八, 岁死后仍被视为元皇帝,其封, 国曹姓后裔一直传承到南朝旗, 传国214年,跨越朝代最多的, 则是隋朝的后裔,唐出费隋阳帝之孙阳, 又为习国公,行随征朔, 车其福色,一依旧章, 死后跨越唐代,吴州,后梁,后唐,后晋,后汉等六朝, 一直身居三克二王后之邻, 就连女真人建立的金兆, 金西宗也封辽天作帝为玉王, 宋徽宗为天水郡王,宋亲宗为天水郡公, 于其刘玉和称三克, 这个规矩,快在元朝, 元氏祖户必裂封宋宋公帝为盈国公, 始居于大兜,上兜,后喜乌司唐萨加寺, 金西藏萨加写,为此, 翻译了佛经百法明门论, 阴明入正理论, 后死于甘州甘肃张耶, 如果仅以兵力来说, 崖山之后无中国, 明朝之后无华夏, 似乎也没实摩错误, 就连对前朝皇室的那典礼仪幽容, 胸怀气度都不见了, 只剩下小家子气的斩草出根, 又岂是真正的华夏?